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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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 歡迎您玲玲台中國家歌劇院 那麼我們今天的題目是音樂鬼故事 好 最近這個什麼殭屍啊 還有什麼惡靈在台灣好像非常的當紅 但我們這個當然是在半年多以前 就已經策劃好了 但是我覺得今天這個題目其實是有一點好玩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完全不看恐怖電影 也不看鬼片的人 所以每次做這些題目大家會想 你是不是非常喜歡看這一些 我其實沒有 一點都沒有 可是為什麼會一直做這些題目呢 其實是因為這個音樂裡面的幻想 我們覺得大家可能聽過一句話說 鬼最好畫 因為沒有人真的看過鬼 所以你可以盡情的持成你自己的幻想 把這個妖魔鬼塊畫成你想要的樣子 那作曲家也是這個樣子 這個我們說音樂有音樂自己的文法 然後作曲家在裡面本來寫作啊或什麼 但是如果是這些 這些跟這個靈異世界啊 妖魔鬼塊有關的題材的話 作曲家就可以展開他們各式各樣的這種幻想 然後寫一些非常有趣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目的之一 就是我覺得我們可以特別來挑這一些作品來看 不過呢 在音樂鬼故事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 一些非常非常著名的音樂鬼故事 像是柴可富士基的黑桃皇后啊 或者是 但我們還會再提到的韋伯的魔誕射手等等 我們在之前的封歌劇裡面 已經跟大家介紹過了 所以今天呢其實呢 這也是一個包裝 就是如果不把它包裝成音樂鬼故事的話 光是演這些歌劇的話 可能大家看了就不像來 這一場 覺得說是可能 這曲家都沒有聽過 但是呢 這些作品其實非常非常的精彩 也絕對有它的重要性 所以我是非常期待 跟大家分享這些作品 好 那首先我們要來看到 我們今天我們主辦單位呢 就是為了要讓大家放心 所以我們就好像有放了一大堆 這一些什麼驅邪的什麼東西這樣子 對 對 所以 所以大家應該是非常的放心這樣子 但待會兒如果你覺得非常恐怖的話 你可以拿你自己的那個驅魔道具這樣子 對 所以你覺得這首歌太恐怖的話 你就可以去抵擋它 好 好 我們看看 好 首先我們看到這一位 這一位跟我們今天的這個題目有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第一個是吸血鬼 我們待會兒看到的吸血鬼 其實是這一位醫生 他所寫的一個小說 Vampire 然後把它從英文然後改成了德文 然後才有了這樣子的這個劇本 不過呢 這個故事呢 這不是我們現在最熟知的吸血鬼故事 如果要弄到現在最熟知的吸血鬼故事的話 當然是這個史托克 在1897年所寫的這個德古拉 以前的這個吸血鬼 以前的那個形象是非常醜惡的 傳統的這種日耳曼世界裡面的那種 而吸血鬼也是那種就是 有尖牙 然後這個就是 就是真的就是蝙蝠老鼠的這種混合 然後就是這樣人形的混合 好 但是呢慢慢的就是在這個 史托克的這個版本裡面呢 你看到了 吸血鬼變成了一個文質彬彬的這個形象 然後從這個遙遠的這個 東南歐的一個某某地方 跑到這個倫敦這樣子 好 那這也很有趣 就是它改變了這個形象 那為什麼是吸血鬼呢 這個吸血鬼就是 我要論到這個吸血鬼的題材的話 這個絕對是好幾本書 事實上也有非常多這樣的書去討論 就是真的是有上千年的歷史 每個文化都有這些吸血鬼的歷史 包括 而且有男性的吸血鬼 有女性的吸血鬼 在古巴比倫就有莉莉絲 這是一個吸血女妖這樣子 這個也是有非常多的傳說故事 但是呢這個吸血鬼的傳說 當一方面就是跟以前 我們說工業革命時代之前 大家就對於這種醫療衛生啊 還有這個屍體的這個腐敗程度 有些人不能夠理解說 為什麼這個屍體這個下葬 可是它沒有腐壞 就是會自己去做一些這些各樣的解釋 所以某種程度來講 其實在我們待會兒一直會看到這個主題 鬼是被人創造出來的 對不對 對 你必須要找一個解釋 就是創造出來的 那在這個情況裡面呢 更是這個樣子 就是它有各式各樣的脈絡 有民間的傳說 但是到史托克去做這個 他寫這個吸血鬼的時候 你覺得非常的明顯 就是說這個吸血鬼 是那種文質彬彬的形象 但是呢就是那個形象 你看他那個血就覺得說 這個人看起來就是什麼 就是賣房地產的 然後股票業務員 還有律師 對 這個就是說 這跟現代社會 就是當這些職業 慢慢地在工業化的社會 越來越興盛的時候 很多人在想說 這些blood sucking 這些人這樣子 這些不就也就是吸血鬼嗎 這樣子 所以當你在現實生活中 有這一些 當然是轉化出來的形象之後 所以你看1897年 如果出現這一個 我們說這裡面的吸血鬼 形象這也是一樣 它是一個 這裡面的吸血鬼 德國拉 是在一個舊的世界 生存的 舊的這個莊園 然後是要去控制這些奴仆 奴役這些人這樣子 就是完全就是這種 你看這個社會階級 就在裡面所描寫的那個樣貌 就你知道說它是有一個 這種社會的這種經驗的這種感覺 但事實上後來也真的是出現了 就是 因為好多文學作品會是隱喻 就是 當社會是有這樣子的情況的時候 就會隱喻就是 會有這樣子的作品 那有些文學作品就非常直接了 就接下來你就看到說 真的就是有人 就是把律師寫成 他就是白天當律師 晚上就是吸血鬼 這樣子 就是兩個合一這樣子 所以其實蠻好玩人的 就是這種活死人的這種故事這樣子 那這個在影視形象裡面也是一樣 我們看著以前的這一位 就是這個 以前演那個吸血鬼的這個隱形這樣子 就是演這種 這種造型的吸血鬼 就是跟傳統那種 就從原來從這個東南歐 轉到日耳曼跟英國去 那種很猥瑣的吸血鬼 形象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看到最早的吸血鬼電影 就把吸血鬼拍成這個樣子 當然會有一些這種情色的投射啊 這樣子也是在這個裡面 那這個在影視上面 最有名的吸血鬼呢 我們這一代人可能已經 就是應該說就是 我這個歲數的人就是 已經不太記得他吸血鬼的形象了 但這個人其實是演吸血鬼 就是大成名的 就是在七年前過世的 Christopher Lee這樣子 他的吸血鬼造型非常的著名 當然就是對我這一代人來講的話 他就是這個魔戒裡面的這個壞巫師 對 但是他會找他演壞巫師 這個也是跟他原來那個吸血鬼造 吸血鬼的這個扮相 他演了非常多吸血鬼角色是有關係的 可以說是這個職業的吸血鬼演員 演了非常多 他最早的演員 你看他就出現的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看看有非常非常多這樣子 然後他演了 這個還不是他所有的吸血鬼造型 所以就是說這個形象當然也就是再度去塑造 就是你看到從小說裡面 它轉化從影視作品的時候 會有再一番的這些更動 好 《言歸正傳》 我們今天來聽的這個吸血鬼的歌劇呢 是來自於這一位作曲家 Marshner 這位德國的 那時候還沒有德國 就是日耳曼的作曲家 那麼這個作品呢 我是非常 這個作品好像沒有真正很好的 它好像有DVD 但是沒有很好的錄音 但是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對歌劇有興趣的話 特別是對德語歌劇有興趣的話 你真的是可以好好來聽這部歌劇 為什麼呢 因為在它之前有的就是韋伯的《魔誕射手》 這是1821年的作品 那這個是1828年的作品 這個吸血鬼 然後在它之後呢 你就看到華哥那樣漂泊的荷蘭人 這三個都是這些陰暗的 然後跟這些幽靈啊鬼怪傳說有關係的 然後都在這個德語世界 所以就是 當然就是如果你看韋伯的歌劇 你可以知道說 早期華哥那受到它的很多影響 但是它也不會只受到韋伯的影響 就是說那個時代 當然有非常多的歌劇可以聽 Marshner也不是只有吸血鬼這一部歌劇而已 但你要聽這種比較陰暗面的這個歌劇的話 那就可以找這個 它的這個吸血鬼故事來聽 它跟這個韋伯這個處得不是非常好 就是兩個是對對頭這樣子 但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韋伯比如說 先寫出來的這個《魔誕射手》裡面有那些 非常非常多的這種語氣 甚至我們說在這個鑄造這個魔法子彈 在狼骨那一段 那種就是念白 然後加上這種很恐怖音樂的 那是第三個《魔誕射手》的《魔誕射手》 這是《魔誕射手》第五科 然後就是鬼在這個唱歌 其实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待会我们完全可以在Marshina 这个吸血鬼的登场涌叹调 这个登场涌叹调就是吸血鬼又醒过来了 又一天这样子又要再找寻猎物了 就是这一首涌叹调 那它这个文本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是那位医生写的 就是他后来把它翻译成德文 叫做吸血鬼或者是什么死亡新娘 就是这种题目 网络上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还蛮有趣的制作 但这首涌叹调大家可以听得出来 就是那种狂风暴雨 非常的阴暗 然后歌词我觉得当然就是 不能跟华格纳那种文笔笔 就是歌词里面用的德文 我觉得是相当的浅白 浅白也就是有点俗气 所以如果在座各位 如果有一些基本的德文程度的话 你会听到非常多词 就是全部都你会的 但是表示说底下的观众 应该是可以听得懂的 就是这一个 这个嗜血 然后又是追 就是要去吸这个 这个无辜女性脖子的吸血鬼出现了 不过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 就是一位 这个声音其实非常好听的男中音 我们请叶展玉老师 为大家来唱这个吸血鬼 他能把这种恐怖的角色 唱成什么样子呢 让我们也热烈的掌声欢迎叶展玉老师 还有徐佳琪老师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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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long is this time? Zwei Ofte sind mich schon geweiht Und das Dritte Das Dritte Ist leicht gefunden Ach, ach, welche L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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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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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然后就在这个庄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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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为了钱 李宗盛 任何人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非常适合 也非常适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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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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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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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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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